Hello Jason 教練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踏街時的組合 很多朋友都會為了踏街時選擇一些適應自己的溜冰鞋的組合 無論是鞋身或滾鞋都會有一些疑問 哪些組合會最適合自己踏 發揮得最好 其實絕對沒有一個定案 視乎你的技術習慣方面 但我自己也有一套意見 在地上用哪個輪胎的組合 或是哪個大小是最能發揮的 其實會有大不同 這集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建議 踏街的平坦程度也影響了你的發揮 好像我今天踏在地上是一些很平坦的滑磚地 當然大小的影響就不是很大分別 或者這些位置也不是很闊落 可以讓你去到高速的話 這個時候你踏小輪80也好 90、100、81什麼都好 其實影響不是太大 甚至乎我用越小的輪 靈活度越高 做一些靈巧 例如轉急彎也好 喜歡扭一些花式 其實操控會更加好 如果在這種地上來說 其實大小的影響就不是很大 如果你想做一些花式動作 如果那種花式動作是類似越野障礙的 跳上跳下為主 因為現在你都很流行踏街的障礙動作 跳上跳下 做一些簡單的轉身 如果你用一些比較大的輪子 例如我今天這個我用8-1 好處是你下的時候 防震效果會顯著很多 還有你用大輪子的時候 跟地下的接觸相對沒有那麼直接 你下的時候會舒服一點 另外一些朋友會追求穩陣一點的效果 甚至乎會用一些長架 你下的時候其實就會更加容易 而且更加穩定的 所以如果以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你是很喜歡玩近期那些 跑跑跳跳那些 跳上跳下簡單做一些動作的花式 踏街類的話 其實你有兩個選項 我自己近期就比較喜歡用一些長架 例如4.100或4.90那種組合 那麼就貪去落地的時候 穩定程度會高一點 好像我今天這樣 來到這些位置 主要地上都是平坦 我想玩一些跳上跳下的簡單花式 我自己就會用4.100 好處就是架長一點 一下的時候其實會穩陣很多 而且會安全很多 另外朋友就會用4.80或90 當然它的架子會正常收回進去 就不會那麼長 那麼就靈活度大一點 但是你落地的時候要注意 那就要靠自己的重心 不可以太後 要不然那個落地的穩陣程度 跟4.100或8.1的鼻子會差一點 不同的路面用不同的組合 其實是給你一個較好的發揮 如果你踩的路面很凹凸不平 或者很長距離 你踩小的路面當然會辛苦很多 而且你會不自覺用多了力 用多了力 就在技術方面可能會用少了 你踩的時候就會變浪費力了 如果我踩今天的場地 是這種平滑的一些場地 那你用大輪小輪的影響不大 小輪有小輪玩的好玩的地方 大輪也有去快速 所以我自己如果踩這種場地 在一些滑磚面的場地 在一個例如在公園的一個位置 我自己就會多數用三個大輪的工作 或者用四個大輪的長架組合 我覺得比較適合我自己 亦都可以將我發揮到最極致 如果你是一些踩街比較新手的朋友 其實你去到這一類的場地 如果地球滑一點 但也有一點點障礙給你練習 這些場地去練習 練習踩街的感覺 就比你直接出街 就踩一些斜路 或者一些很不平的路 其實對於你的心理負擔會大很多 那這些場地在哪裡 你可以留意我之後 拍一些系列 就是一些非正式場地系列的介紹 就會去到那些場地 可以有機會幫到你在踩街技巧有一個提升的 在街道路面平不平 車道大不大 會影響我發揮 你用大輪 當然路面震一點 你都會沒那麼覺得 那些小輪一定是辛苦很多 好像今天踩這個路段 地上是超不平的 OK 我用大輪其實都覺得很震 所以如果那麼小輪 你去著那些路段 有時候你控制不到 那些路段是不平的 其實你會很快很辛苦 除非你選擇的路段 地下平滑很多 但是香港我說過 比較適合的單車的路段 其實只有大埔 去到科學員那段是最平滑的 其他平滑的路段不是沒有 就算有都是斷斷續續的 好 好像我踩這段路段 我選擇不到地下是平還是滑的 因為我從A點到B點 中間一定會有些位置 是會不那麼平坦 那我用大輪當然一定是舒服多 但是大輪也有些限制 因為今天我們踩的路段 你看到比較崎嶇一點 雖然是很長途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都不會穿速度鞋 那一定是我覺得是不適合 我會用呢 多數用三個八一 又或者用四個八一的組合 那就踩上來 那個防震效果好多 還有速度亦都是快 亦都是快點 流過了一些不平的地下 如果你習慣用到大輪的話 那你可以在香港流到的路段 就會多很多 就不會因為地下不夠平 而局限了你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你要適限踩到大輪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如果你是在外國的 它路面當時很平滑 其實我覺得你踩大輪小輪 你不追求快的話 小輪一樣可以踩得很開心 那你覺得路面的影響都相當重要 踩碎石路段 因為四個八一四個一二五 就是我自己差不多一個必然的選擇 但是我拿回平衡 我自己都很少用三個一二五 始終三個八一就有一點靈活性 或者你用Trinity系統 更加容易可以適應 我自己拿回平衡 我自己拿回平衡 三個八一踩一些路 我比較覺得是最適合 亦是一個最大的發揮 因為路面不平之外 也不是很闊的路面 我覺得如果不夠闊的話 你踩一二五其實都未必用得很盡 所以三個八一 就是我自己一個近期非常之多數會用的一個組合 尤其是踩一些路面 你是控制不到是平還是不平 我自己踩街簡單來說 如果你要追求極致速度 就穿速度鞋最快 短筒那些四個八一 或者三個一二五 都碰地那種會最快 但是很多時候我自己都未必會有機會踩到路段 例如我一般踩 其實我多數長距離小小的那種 就會用三個八一 始終快得來有少許靈活性 都是舒服的 始終我的輪子的問題 還有鞋身的硬殼鞋 還有鞋鞋也會給你一個比較舒服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踩街不舒服是很辛苦 很影響你發揮的 另外如果我踩去到好像今天這樣 去一些公園的一個位置裡面 去練一些動作 簡單一些花式 我自己就會多數用四個一百的一些微焦座 或者長架 或者四個短那種微焦架都會有用度 在一個固定的範圍裡面不一定需要你去到最高速 變成你做一些花式 你要轉身各方面會容易了 還有也有一個穩定的程度 除非你打算玩平花那種花式 就用平花的組合會比較適合 也是你扭花式的時候發揮是最好的 所以不同的狀況和路面去用不同的鞋的配合 這樣才可以給你一個最大的發揮 所以在這方面各位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你有一定經驗的玩家 其實鞋的因素都挺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適應到不同的組合 例如輪的大小 或者硬身鞋也好 踩街的時候那個享受才會最高 如果你強行用你自己的組合 譬如我玩開斜台的 我只是用極限鞋去踩的話 去踩街那一定是不會舒服 亦都會踩得很辛苦 所以一些不同的流冰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這段片給你們一些分享 給你們知道我自己本身會用什麼 鞋或鞋的組合去踩街 讓你們可以有一個理想的發揮